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6日下午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 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 有视频显示朝鲜护送车队周一晚间进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周围军警戒备严密 日媒NTV和NHK报道 一列特别的朝鲜专车在严峻警戒下通过中朝友谊桥抵达北京 这列朝鲜列车的外观为绿色车体加上黄色线条 总计共21节车厢 与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过去访问北京时所搭乘的列车相似 另一个画面中 黑色车队在火车站等待 中国军人在站台处巡逻 但没有拍到下车的重要人士 韩国媒体则报道 中朝边界丹东旅馆的旅客被要求离开 避免旅客发现朝鲜专用列车通过 路透社27日援引一位目击者的信息报道说 这辆疑似搭载朝鲜高官的神秘列车 与当地时间下午驶离北京 中国官方目前尚不愿意透露有关朝鲜高层访华的信息 但是中国网络上搜索有关朝鲜的词 比如朝鲜、金正恩、金三胖、三胖、新胖等词被封杀 这次朝鲜高层访华甚至影响到金字股票的大涨 例如因为名字中有位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涨了10%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也因为含有象征金家王朝的金太阳三个字而上涨10% 英文媒体广泛猜测 不知道中国用了什么手段让金正恩突然出访北京 有一种猜测认为 中国不想把金正恩首次出访的外交胜利 平白送给美国总统川普 若是金正恩选择川普进行首次出国访问 而不是习近平 中国会感到难堪 另外 《卫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程小和的分析指出 传闻中的北京到访细节 跟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当年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搭载绿色火车 都是突如其来事前无消息 都是日本媒体率先发现且报道此事 多位外交人士说 中国一方面担心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支持联合国对朝鲜进行更严厉的制裁 同时又担心朝鲜政权崩溃 会导致大量难民进入中国 以及美国有可能在朝鲜韩国统一之后 在中国边界部署军队 北京为了与朝鲜修好 其实已向平壤发出正式邀请 中国想在朝鲜半岛施加更多影响力 从朝鲜的角度说 普遍认为朝鲜也希望避免被孤立 重建与中国的关系 并设法取得经济支援 首尔俄山政策研究院访问学者 车斗炫认为 到中国访问的不是金正恩 因为金正恩上任以来 一直就强调和中国对等的关系 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议 应该不会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 他认为比较有可能是 金正恩派妹妹金宇正出访 在两韩和朝美会谈前先安抚中国 一旦会谈失败 还可以寻求中国支持 美国白宫说无法确认这个讯息 韩国青瓦台也表示 未能证实访经列车上是金正恩 或是其妹金宇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说 目前还不了解 有关朝鲜高级别代表团访华的情况 如果有具体情况 中方会及时发布 以上是柳橙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